今天陳朝中怎麼說呢 來跟大家談談 怎麼樣用習慣來調節我們的免疫力呢 在看診的時候呢 有很多人身體出現的一些問題 我們發現他的生化檢查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譬如說膽固醇、血脂肪都很正常 但是總有全身痠痛、全身皮膚濕疹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歸類是一種亞健康的狀態 就是介於健康跟不健康之間 這種狀態就跟免疫力有很大的關聯 免疫力沒有升級就會生病 只要你培養這些好習慣 就可以排除亞健康的狀態 自從爆發新冠肺炎 民眾也逐漸的開始重視中醫的養生法 來調節免疫力 免疫系統的防衛能力就像人體內捍衛健康的軍隊 免疫力越好就不容易生病 想擁有足夠的免疫力 我們可以從簡單的日常生活中 養成好習慣開始落實 泡澡 適當的水分讓我們的體溫能夠升高 提高新陳代謝 促進血液循環 只要泡湯20分鐘就能讓身體暖和起來 接下來就是節制吹冷氣 人體有自行調節體溫的機制 不管外在環境的溫度如何 能夠保持恆定的溫度 但如果整天待在冷氣房 會讓身體調節體溫的機制變弱 形成低體溫的體質 還有減少負面的情緒 壓力會造成肌肉緊張 讓我們的血管收縮 血液形狀變差 出現緊張的狀況下 交感神經的活動也會變得頻繁 以致智力神經失去平衡 體溫調節不順暢 因此遇到壓力的時候 可以尋求疏解壓力的方法 還有吃頓好晚餐 根據人的生理時鐘 晚上的五點到七點 嗅覺和味覺是最敏感的時間 適合準備晚餐以提振精神 晚餐原則以早以少 自行準備晚餐比較容易 掌控營養的均衡 有助於調節身體的免疫力 順著生理時鐘 調整我們的作息 中醫認為 夜晚是排毒的黃金時期 而器官的排毒工作 會在不同的時間進行 人只要在熬夜的情況下 身體就無法進行排毒 若是不得已的情況下 也能透過穴道按摩來提升 增加身體的免疫力 睡覺的時間也非常的重要 凌晨1點以前務必就寝 依照中醫12時程的養生法 最好的入睡時間是晚上9點到凌晨1點 這時以安睡養炎器 環境要安靜排除干擾 睡眠對身體健康 即免疫力有非常大的影響 又能疏解壓力 恢復體力 以促進體內內分泌的循環 幫助自己變好 門檻並不高 只要培養一些簡單的小習慣 就可以輕鬆的調身體 想知道更多關於習慣養成 和養生秘方 都收入在我的新書 免除疫病的書籍當中 待見